好,大家好,我是罗永浩 谢谢 我是一家著名的手机公司的创始人 在公司全盛时期呢 我们一度差一点收购苹果公司 但是后来经营出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 后来呢我就欠了六个亿的债 在后面呢就到这儿来做脱口秀了 看是不是能解决问题 好,这个有一点很奇怪 就是我这辈子呢 一天都没有做过脱口秀 一场都没有做过 但很奇怪的是 多年以来我一直被认为是 在李旦崛起之前 中国最好的脱口秀演员 一直有这么一个误会 所以呢 今天大家即将见证一场奇迹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成名将近二十年的老一辈传奇脱口秀演员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献上一场我的脱口秀的处女秀 走就 为了 还有开张 做街放号的 为了郑重其次 我给这场诡异的脱口秀活动呢 在家里还很正经版本地起了一些名字 我想第一个名字呢 说一个正常人欠了六个亿债以后 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活下去 但是人家说这个有点太惊悚了 当然了今天活动我们要处理得应景一些呢 也可以改成欠债六亿不用愁 难和养奶来解忧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出来做事 作为一个社会人 就显得情商特别的高 因为大家知道 今天这是一个礼担的主场 今年这个现场啊 只要有嘉宾上来夸蓝和绵羊奶 那就比夸礼担的奶奶还能让她高兴 所以呢 全部包裹 一个人呢欠了六个亿之后 六个亿的债务之后 他的生活会发生很多奇怪的变化 这个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没有欠过是吧 没欠过那么多 会发生很多奇怪的变化 比如说我妈 我跟她一辈子了 应该我很熟悉她 但她有一些奇怪的反应 她就说 她之前知道我状况不好 后来得知六个亿 看了新闻 就给我打电话 以前呢 她因为儿子比较胖 总是告诉我 不要吃宵夜 高热量的东西 不要乱吃 不要胡吃海鲜 但是六个亿新闻出来以后 她给我打电话 她就说 你以后想吃点什么 就吃点什么吧 然后我老婆的反应 也比较奇怪 她在家焦虑了很多天之后呢 有一天突然就跟我说 要不咱们也去美国 就别回来了 然后每周都说 回来一次 但是就别回来了 然后我听了就很奇怪 我说收购苹果这样的事 我们能不能往后犯一犯 缓一缓再去 好不好 她就拉长了脸 不高兴 我就哄她 我说好不好吗 最后我们就没有去 是吧 没有去 然后呢 我的朋友的反应也很奇怪 之前我公司 经营不散的消息 传出去之后呢 他们很多欠了我钱的 就拼命在凑钱 筹集钱 说赶紧还了 帮老罗解忧 但是传出六个亿的消息之后呢 他们说就先别还了 我们这点钱还了 好像对六个亿也 于事无补 我当时虽然急着用钱 但听完了以后呢 觉得好像还挺有道理的 竟一时无法反驳 是吧 没有办法反驳 然后呢 欠了六个亿的这个债务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朋友圈子 也会发生一些奇怪的变化 我就这么说吧 我原来有个公司叫老罗 和他的朋友们 后来呢 我从事这个直播业务的公司 叫交个朋友 老罗和他的朋友们 交个朋友 那么这段我人生的低潮期呢 在这个还债期间有一次 得了一场疾病 其实就是闹肚子 不严重 肠炎 然后在医院住了两天 夜里浑浑沉沉醒过来 打开手机一看 有一百多条来自朋友的问候 短信 我就很感动 发现百分之八九十的短信 来自债主朋友 这也可以理解是吧 我当时看 但他们问候的方式就很奇怪 说老罗你还在吗 你还在吗 在吗 你怎么不回我 你还在吗 完了我就给他们回 我说我还在 别慌 完了以后他们说 哎呀太好了 那我们去看你 我说不用 马上就出院了 他们说不行 一定要来看 我说别来了 他们说不行 一定要去 我就火了 我说讨厌 他们说你才讨厌 就让人家来看看嘛 后来没办法 就让一些人来了 来了以后呢 这些人来了很奇怪 坐在我床边 跟我说话的时候 老摸我的脉搏 是吧 老摸你的脉搏 非常有意思 最后呢 这六个亿的债务 除了对别人 对我自己 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是吧 因为我人到中年了 但是因为这件事呢 我突然又变得 像年轻时候一样 要给自己立志打气 所以我买了很多 立志的书在家看 要把精气神提起来 是吧 然后在家看书的时候 就发现 那些什么心灵鸡汤啊 心灵鸡血啊 还有什么毒鸡汤啊 还挺管用的 比如说我看到一句话 对我有特别大的 振奋的作用 这句话说 如果你欠银行一百块 那是你的烦恼 如果你欠银行一个亿 那是银行的烦恼 我一想我六个亿 干翻六个银行了 是吧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 我很厉害 于是呢 一口气就提起来了 就感觉非常治愈 稍事休整之后 就启动了 我正式的还债生涯 那么开始的时候 我还误以为 我只要认真工作 努力赚钱去还债 社会或公众 就给我一个相应的认可 我这么善良地想的 是吧 但后来发现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很复杂 比如说我为了还债 做了带货直播 目前号称抖音带货一哥 是吧 在中国排进前世 这很了不起了 14亿的人口的国家 做任何一个事情 进前世 虽然不如前三过瘾 灌亚继军嘛 不如前三过瘾 但四大天王也挺过瘾的 是吧 我就是中国带货 四大天王里的老师 是吧 然后我做了这个呢 很多人就骂我 说投机分子 哪热就往哪臭 就是个投机分子 什么理想主义者 这个让我感到很奇怪 因为我是欠债还钱 肯定是要赚快钱的 哪热往哪去 有什么错吗 你们说有什么错吗 没有 肯定没有错嘛 但是我背着一身债 难道去做回报周期 特别长的项目吗 比如说三十年后 我终于发了大财 给我的债主朋友们 联系还债 有一些中年的债主朋友 可能已经不债了 我告诉他还债 他不理我 我只好不停地给他发短信 我说还在吗 在吗 还在吗 你懂了是吧 所以我又启动了另一个 就是我年轻时候 有机会做没做的 就开始接广告代言了 接完了以后 有很多人骂我 说不要连 连游戏广告都接 卢永浩 你成了你年轻时候 最讨厌的人了 我就很奇怪 我年轻的时候 谁会讨厌给游戏代言的人呢 我们讨厌的都是 不让我们玩游戏的老师 对不对 我又想起我们那时候 陈老师 我们学校的 他说不让我们玩游戏 学校附近有个游戏厅 回家的路上可以进去玩 他下班闲着 没事还进来抓我们 抓完了以后 给我们叫到外边 当着很多大人面 训斥我们说 你们这些 没出息的孩子 是吧 拿着父母挣的血汗钱 到这儿给游戏公司 卢永浩 我说的就是你 你有本事 你有能耐 你挣游戏公司的钱 给你父母送去啊 陈老师 我做到了 欧益 他好可爱 后来呢 我拓展业务项目 也开始来录 综艺节目了 很多人说 我又从一个 体面的企业家 为了赚钱 成了一个 跪下来赚钱 不要脸 我就很吃惊 什么时候 企业家比人民艺术家 高人一等了 这都什么价值观 非常生气是吧 何况 我可是 还有一些人呢 支持我 挺我 但我看了 更毛骨悚然 更吓人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成年人啊 不管不过的 埋头赚钱 一门心事赚钱 这就是一个成年人 最大的成熟和体面 这话我看得也很奇怪 我怎么就 不管不过的赚钱了呢 我赚钱都很谨慎呢 我录综艺节目 都很小心的 录的都是脱口秀大会这样 非常有水准的 综艺节目 我也没像这五位 领校园中的 至少三位一样 什么破节目都上 后来呢 我又听说给那些 有钱的财主大款们 家里这个做婚商嫁娶啊 结婚啊 账礼啊什么的 去做主持人 也能赚很多钱 完了我说 那这个我也可以考虑 我就跟媒体说出去了 这次说完了 那些骂我的四里眼 可能最后彻底崩溃了 这可能突破 他们想象的底线了 然后就不再骂我了 就挺好的 是吧 挺好的 但是我说这个是严肃的 我可以做的是吧 可以做的 最后说点开心 那这个死于2018年年底的 六个亿的债务呢 到今天我们已经还了 快四个亿了 很快就还了 快四个亿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 未来一年应该也就差不多 还完了 就算有一点点小小的意外 我是行业明灯嘛 永远会有意外 所以就算有一点小小的意外 可能也就是个半年一年的事 是吧 所以没问题 当然未来我们人生道路上 可能还会遇到很多波折挫折 是吧 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脱口秀演员 一个人民喜剧艺术家 我和我那些优秀的同行 是吧 我们都会严格遵守一个 我们职业的规范和准则 那就是 我们不管怎么样被曲解 被污蔑 被侮辱 被伤害 作为一个人民喜剧演员 永远要面带微笑 永远要把欢乐带给大家 就是这样 好 谢谢 另外 我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和这个舞台呢 也想给我的债主朋友们说一句 无论是已经还了的债主 还是等着要还的债主 我都跟你们道一个歉 我缺这么一个机会 跟你们道一个歉 是吧 对不起 给大家添麻烦了 非常非常抱歉 等我们这些债务 真的 全都还完了之后 可能会拍一个纪录片 来纪念这一段 诡异的人生旅程 是吧 这个纪录片的名字 我都想好了 就叫甄嬛传 这个谐音梗呢 海元老师和建国老师 对此一有贡献 好 最后 最后的最后 我想对在网上最后 看到这个节目的广大 节目的观众们说一句 欢迎就我以上提到的几项 核心业务就是 直播带货 综艺演出 广告代言 婚商家局主持 旺铺开张 剪彩等等等等 如果有需要 跟我们团队联系 会给你服务好 谢谢大家 谢谢